恩一切众生正佛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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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我們在跟大家介紹 仙宰動主 法严經的仙宰動主五十三參 我們已經介紹五位 第一位就是滴魂BQ 第二位就是海魂BQ 第三位就是滴魂BQ 第四位就是滴魂大師 第五就是解脱中者 每一位就是神采動主 他要參奉的神采石 其實這都是大菩薩 還是大神采石 我們進行一個單元 就是介紹這個解脱中者 解脱長者 他入了這個菩薩三昧 然後從他的身上 就可以看到 就是諸佛的佛國土的境界 然後解脱長者 又提示這個重點 就是說他能夠顯現諸佛的這些境界 也都是從他的心顯現出來的 所以我們要特別能夠善用保護 還要培養我們這個心 其實也就是說我們要學佛修行 我們也是從這個心來調 來修學 來提升的是這樣 那解脱長者 他跟神采動主 他跟開始他的患夢 之後他就介紹神采動主 再去下一個南風的地方 來參風一個海床比丘 所以我們正前就是介紹到 這個解脱長者 他就說去南風的地方 有一個國家 叫做這個魔力邪羅 是在這個岩浮堤帕的地方 所以這個神采動主 他就去到這個魔力 魔力聚落 這個村莊 海床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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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我們說在路邊的大祖 那麼他入了三昧 就是立丁 立丁 就是說他這個心跟心都很安定 从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就是要介绍海床比丘 所以可以说,神材董主去到海床比丘的地方 海床比丘因为它在搭造立顶的时候 就开始有一些境界显出了 所以善才童子就看到这一位海床比丘 可以说他全身都可以显现各种的 这些不同的众生在度化众生 就是在行菩萨道 他坐在那里,坐在那里 从他的脚、身体的每一个不同的部位 还有毛细孔都显现不同的众生 然后到其他的地方去度化众生 这等于是说,神材董主去的时候 他就看得不可思议的境界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一个来介绍 这位海床比丘 他从他的身体显现了这一些的境界 那第一个呢,他就从他的足下 足下就是他的腳 因为他本来在打坐 他就等于是说,两个脚交起来以后 他就从两个脚的脚底就放出来 显现出无数百千亿的长者居士婆罗门众 就是等于是我们一般的凡夫的这一些的身份的人 居士、长者、婆罗门众 那么他们都以种种朱庄严具、庄严其成 等于说,他们穿的都很庄严高贵的衣服 所以身上也有宝冠 头戴着宝冠 然后顶系明珠 头顶上还有明珠 谱往十方一切世界 与一切宝、一切阴若、一切衣服、一切饮食 如法上位 一切花、一切蔓、一切香、一切涂香 还有种种的让人娱乐的这一些乐剧 还有呢,就与一切处来就设一切贫穷众生 就等于就是说 从他的脚底显现出来的这一些居士、长者、婆罗门 这个显现是在印度的社会的阶级 那再加上一个长者 就是说比较有德性的人 那婆罗门是印度的这个种族里面是宗教师 那是比较高贵的 那居士呢 就等于是说 我们以佛教徒来讲 他就是佛教徒这样 那这一些呢 就等于是说 他显现出来的这一些啊 实际上就是帮海床比丘去不同的地方去度化众生 所以他们自己本身呢 创在很庄严 很高贵 头也都有明珠 然后他们就到十方一切世界啊 他们到处去下这个宝物啊 雨呢 就是说他们去散发这个一切宝啦 阴若啦 衣服啦 那这等于就是说 他们去布施啊 布施给一切处的这一些贫穷的众生 他们散花啦 还有食物啦 香啦 那还有一些 就是说 遇乐的滋生之具 就是让人啊 也许他可以使用的器具啦 然后呢 安慰一切苦恼众生 皆令欢喜心意清净 成就无上菩提之道 那等于是说 这个是海床比丘啊 他的化身啊 他从足下呢 他就可以是 化出这一些长者这一些 再加重的这一些 去度化不同的国土的这一些 贫苦众生啊 苦恼呢 他就让他 能够安慰他 那让他们生欢喜心 所以等于是说 海床比丘在 入定的时候 没在度化众生 那第二个呢 就重启两膝 两个膝盖 因为他在打坐嘛 所以他打坐的时候 从脚底也放 然后现在呢 就讲到两膝 这两膝就是等于他打坐的时候 从他的这个膝盖 也献出什么 无数百千亿差地利 婆罗门重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显现出来就比较高贵啦 我们刚刚说婆罗门 是印度的这个社会阶级 种族制度 他们有种族制度 就是生来就不平等 婆罗门最高 再来就是差地利 差地利就是国王 还有呢这个军官 做兵的 那这些是统治阶级 那在下面就是 废陀 守陀罗 废陀就是农夫啦 这个商人啦 他自己还可以有自己的 这种谋生的能力 那到守陀罗就是奴隶了 贱民 他们就是四个种族制度 所以呢 他这个地方 应该是同时 这等于他在打坐的时候呢 竹下献出来的是长者居士婆罗门 那两膝献出来的呢 就有无数的这个差地利婆罗门 那他们呢 都皆宜聪慧 都是非常的聪明的了 那种种的色相 他们的长相都不一样 肤色也不一样 肤色也不一样 色相也不一样 种种形貌 种种衣服 穿着的衣服也不一样 不过都是非常的美好庄严 那他们呢 现出来了以后呢 这些差地利跟婆罗门 他们是无数百千亿 这么多呢 他们都普遍十方一切世界 他们就到十方一切世界去做什么呢 爱与 就是对这些不同的佛土世界里面 就跟那些的众生就爱与 就是好话相劝 还有同事涉诸众生 我们说是四色法 四色法 我们说要什么 爱与立行 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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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要一起跟这些众生 能够一起来做他们 大家一起能做的事情 就是说 表示平等 就是平等 那么 那么 这个是佛教对于 跟人际关系的相处的方法 就是慈悲 爱与立行 同事 来 那 下面呢 就是有特别的说明 就是他怎么样子来 同事呢 就是 凭者令主 凭者令主 就是 就是 如果他们自己本身是很贫穷的 那么 就让他们能够 物质可以充足 那如果他们是病者 就令愈 生病的 就令愈 就是 就是能够 痊愈 身体可以好 那 为者令安 为者 那这个为呢 就是说 我们如果 觉得自己本身呢 好像 有很多的事情 自己没有办法 能够 安定自己 就是为 就是自己的心呢 不安定 就是为 所以让它安定 像我们自己的心 为什么会有不安定 其实我们是自己下自己 我们自己很多的念头 实际上就是 就是我们就会想 想一些好像 很不好的一些情况 或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好像 我们自己本身所得的 我们就很怕会失去 这是大部分都是得失心 所以就会有危险 那我们自己本身有这种 好像 会有这种不安 危险的感觉 那我们说这个世间是无常 那世间是无常 是一种自然法 因为有违法 没有办法 完全都不变 那我们本身了解无常法 心应该是要安定 我们是会感觉到它的无常 可是心要保持安定 那一般不了解这样的道理的呢 就是心里啊 我们一般台湾说 走在等 我们好像 就是一直害怕一直害怕 实际上我们害怕也没用 害怕也没用 我们就了解 那我们应该做的都错了 那会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只能够去勇于面对 然后我们自己能够真正发生什么 我们能够想到的什么方法 我们就继续再去补救 我们人在这个世间 就是要面对一切的这种可能性 那在这个中间培养我们的能力 然后我们在这些的中间 学习我们的心 还是要保持安定 是这样 这位海床比丘 他从两栖所放出来的 这一些差地利婆罗门 也都在替他行菩萨道 其实这些好像是他的化身 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身体 也有无数无量的众生 那我们说自己众生是愿度 有没有 我们说是弘是愿 这个众生无边是愿度 然后自己众生 我们要先度 那我们自己的众生 也包括我们自己本身的 无数无量的念头 这些都是我们的众生 那这里显然看起来是 我们本身有很多的细胞 可能每个细胞 也有每个细胞的这种性质 那这些都要度 那这些等于是我们要度的 就是我们的内众生 那海床比丘一定是把他的内众生都度化了 都调伏了 而且都可以去为他去化身 去度化众生了 所以他坐在那里打坐 那这些化身都出去度化 那 所以等于是每一位大菩萨都不同的法门 都是不得了 都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所以说 从两栖所发生 这个散出来的这一些 差地利婆罗门众 他们就是让这个普遍十方的一切世界 就是去爱于同事来射受 所以要令他们能够满足 能够就是没有病 然后让他们没有这种心理的不安 然后如果有不者令子 就是恐怖心 恐怖心也是跟这个为 就是我们的心不安 更加的这种深刻 更深的程度 恐怖哪一次恐怖 我们心里就是非常的恐怖 这是真的是 我们心的境界自己本身 我们去体会它 实际上这些都是心的一些境界 我们心里的心境 那可是我们还没有修到 还没有修到这样的层次安慰自己 那海床比丘呢 他两栖的这一些 操地利婆罗门就会去安慰这一些众生 所以不者令子 停止他们的恐怖 然后呢 有忧苦者闲死快乐 他们有忧苦 就是心里的这一些苦恼的众生 让他们快乐 生欢喜心 那富以方便而劝导之 方便呢 那就是说 其他的度化众生的方法 我们说方便 有多门 菩萨要度化众生 就是看看 要度化的众生 是有什么问题 那要用什么方法来度 这个就全部 总括为方便法门 不是只有一门 这个方便法门是 随着众生不同 而要用什么方法 所以这个叫做方便 所以也叫做方便 有多门 也是方便善巧 就是依照众生所需要的 那么菩萨的智慧来想出 对峙他的方法 是这样 然后来劝导他 然后皆令舍恶安住善法 所以这个就是最终的目的 先让他们有不足的让他满足 然后有病的让他能够好起来 然后有为者令安 不者令子 然后有忧苦的让他快乐 然后慢慢的就是还要再劝导他 不要再造恶 要行善 是这样 第三个就是从他的腰间 就是腰的部分 腰的地方 是怎么样呢 初等众生数无量 就是一样的 跟上面所说的 无数百千亿 无数百千亿 一样的 这么多的 怎么样 仙人 仙人 这仙人 就是完全都在修行的 这些仙人特别是在那种 自然的这种山 这个偏远的地方在修行的人 他们也不食人间烟火的 所以他们怎么样 服草衣 穿草衣 或者是穿树皮衣 所以他们这个不吃人间烟火 穿的也不穿人做的衣服 我们现在有说这个 我们穿的衣服 不要穿这个什么 湿脂瓶 这个尼龙 所以有的人都穿那个麻 或者是什么 这个是麻的 或者是有一些是全棉的 可是那个还是要人造的 他这个完全真的是有机的 全部都是有机 草衣 树皮衣 更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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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的仙人 其实就是 本来就在这种天地山林之间 就是在 就是服这种好像天气 天地自然之气 然后自己就在那里修炼 所以在印度 大部分这些都称作瑜伽士 幽伽 就是瑜伽士 他本身就是把自己的身体修炼 然后能够知道这种天地之间的这种能量 然后发展自己的这一些 从色身到心的这种能力的这种发展 那佛教就是最主要的就是 还要让我们了解因果的关系 还要自己怎么样能够调整自己的心 我们自己心的状况 我们的念头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都要去了解 这个都是我们过去世所种下的种子 然后现现出来的这一些 所以佛法要讲这个觉悟 是最主要要我们开发这样的智慧 了解我们生命里面的真正的这种 真正的这种这些因果关系性 这样 那先人也了不起 因为他已经能够把自己修炼到这种 超脱这种色跟这种 这种心的这种境界 那这里就是从海床比丘的腰间出来的 那么他们穿着的是这么自然 然后手里也都拿着枣瓶 因为他们还要喝水 那喝水就是以前的这个水 应该是非常的有机天然 所以这个水里应该都有虫 因为它会有这种微生物这一些虫 所以佛也说这个一滴水里面有八万四千虫 是有微生物在那里 那在那里的应该是还有更粗的 所以他们这个枣瓶就是要过滤 那么威夷极净 所以他们这些仙人威夷极净 我们通常说四大威夷 要行如风 坐如钟 立如松 卧如躬 那所以这个威夷就是表示说 他一走起来都是非常的稳定 所以他说威夷极净 他是很极净的 因为他就是在修炼的 那这些仙人周旋往返十方世界 就是表示说他们都是到十方世界各地去 还有在虚空中以佛的妙音称赞如来 所以等于是这些的仙人他们也都是向往佛法的 向往佛法的 所以他们称赞佛 然后演说诸法 就是为佛来演说诸法 或者说清净犯恨 所以这些仙人就等于是他们也修清净型的 然后要令这些十方世界的众生来修学 让他们调伏诸根 或说诸法皆无自性 这等于是了解一切诸法没有自性 所以我们一般又把无自性又把它等于是解释为空性 就是说没有自性 自性就是说没有永远不变的唯一的东西 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 其实也就等于是说要了解诸法是因缘而生的 那因缘合合的时候就是在一个这种时间上面 它显现出来而已 那这个时间过了 因缘也又不一样 那里面的这种成分改变了 那也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诸法本身没有绝对的存在的不变的东西 所以要让被度化的这些世界的众生能够观察 然后发起智慧 那或者说世间的言论规则 所以先人呢 他能够赞叹如来 说佛的教化 然后是让他们修犯恨 或者是能够说诸法无自性 或者是说世间的言论规则 就等于是说 我们世间也有世间该遵守的规矩 所以先人等于是说 从上到下他都能够开示 那然后呢 就是父开示一切志 那么能够有种种的方便善巧 让他们可以修学 所以这个是妖间的无量先人 那再来呢 从他的两邪 两邪等于是两个手臂 因为他在打坐 所以从他的两邪 等于他的两个手臂 那这些应该都是同时的 就是善才童子去到海床比丘那里 海床比丘正才打坐 所以他就是同时全身都放出来 各种各式的不同的众生 那只是呢 我们的经文里面 就是从脚下开始描述起来 是这样而已 因为我们讲话还是要有赤地 讲话比较笨拙 没办法说一下子就看到 对不对 眼睛可以一下子看到 那讲话的时候就要先讲哪一句 你同时没办法讲两句三句也没办法 所以一句一句来 所以现在讲到他的两臂两邪呢 出不思义龙 两邪是出龙众 我们说天龙的龙 所以呢 有龙还有龙女 事件不思义的诸龙神变 就是诸龙的神通变化 那神通变化都是做什么呢 都是能够下雨 因为龙能够起雨 起这个雨水 所以说有龙要显现 那就是要下雨 所以龙能显现 所以龙能显现 显现 我记得 也就是